一大清早棒球隊員抖擦的高分被劃香阿 讓人精神為之一陣 由前職棒球星馮盛賢發起的0560圓夢列車第一站 開進了台北市重慶國中 老邦牽線早產兒基金會公益企業家人脈 期望將社會資源以捐贈球具的方式回饋基層棒壇 能夠在五年然後募集六十所學校 然後能夠拿到六十所學校的感謝狀的時候 那我們都會做一些 做一個粉絲團裡面也有拍一些照 那我們五年之後能夠看到這些小朋友成長的時候 這是那種價值讓整個企業老闆是一個很感動 所以他們就很很樂意說 這樣我們集合大家的力量來做 目標五年內走訪六十所學校 捐贈球具只是拋磚引玉 重點是馮盛賢職棒退役後回饋社會的精神 值得小球員當榜樣 老邦很有心在台北市重慶國中 啟動圓夢列車後 接下來要把車頭開向偏鄉 加上原本就在持續推動的關懷 早產兒公益活動 就算一年到頭都有的他忙 也乾脆 單之如一 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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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